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待的观众来 观战一把乱世小晒那个勘探员面对的是好哥哥的约瑟夫 诶,这约瑟夫什么皮肤呀 还没见过嘛,我们来看一下 诶,这约瑟夫皮肤长得有点好看的嘛 我咋花美男呐 嗯,这里的话,从透视视角看 前面的勘探员应该也是要持镜像刀的 好哥哥这边会选择镜像双挂嘛 我觉得他应该会更多的去考虑砍下一个人吧 这里两刀砍完以后,找下一个点 位置上面排得非常的准啊 直线走到下一个点 这个病患,看一下 没有蹲,所以说找到 而且他这边似乎已经在瞄第四个点了 总不可能一个镜像砍四个人吧 别说,真找到了,真找到了 等,打一刀 一个镜像砍四个人 在胡锦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我是第一次见到胡锦春能砍到四个人的 军工厂,医院,我们都有见过 胡锦春我好像真没见过 这波砍完以后,闪现一刀抬走 最好抬一个什么呢 抬个勘探员,抬个半血的 因为祭司病患是补不了状态的嘛 或者说抬佣兵也行 抬佣兵也行 不,不好,不能抬佣兵 不能抬佣兵 抬佣兵不太好 抬佣兵的话,这个局容易出事情 因为你闪现交了以后,佣兵二六起来 约瑟夫其实拿他不一定有办法的转牌 这边的话 祭司 位置上面来讲,还能玩一手 这里穿洞,绕过来 主要好哥哥这边没有看到过祭司 连脚印我感觉都没有看到过 刚才这边的一个追逐过程当中 真的就是一个盲追 因为祭司这边的话卡的很好 让这边好哥哥没有找到任何的机会 那这边的话,应该要拍照了 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拍照了 非常非常急迫的希望把这个祭司追了 但是这边祭司确实走的一个位置很好 这边应该是先拍照了 没办法,这个局你一定是先拍照了 先控住穷者的密码机再说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把祭司的镜像牵着 往外打过去了 没有时间再来 这个时候祭祷祭司好好的也行 祭祷祭司呢 感觉对于穷者密码机的压制力 会偏小一点 这么天狐的一个开局 然后大船祭司六飞起 没想到的,真没想到的 那这里祭司的话 这个牵制我感觉给个一百分不过分吧 真的给个一百分不过分吧 他这边还得玩一个洞呢 就交闪现都没有声位 追了整整 感觉得有个接近一分半钟了吧 九十秒到一百秒的时间 连一个闪现声位都不给 挂进地压室 但是求者这边状态其实调的蛮好的 机子的话这边两个人抢掉 外面还是 等于说外面还是两台机子 两台机还不到 两台机还不到 游民这边过来救人 他得交互币过来 尽可能早点过来 如果外面被拦 早点交互币过来呢 我觉得就不会吃双倒了 但是他如果说走过去的话呢 有可能吃双倒 游民这边一个护臂跳 拉开声位 好哥这边转排过来拦住 好的 一刀有没有落地 没有落地 你看位置 开密码机 好哥哥应该是在为后续的一个 那个拍照做准备 他看的是密码机 转排回来 这手翻窗是什么情况 打了一个落地刀 傭兵 这边在地厄室待着 我觉得刚才打一刀以后 追下去会不会好一点 追下去 然后这刀灰在傭兵脸上面 然后追着祭司打 这样的话就有双倒 他这样的话 把傭兵留在地厄室 转排回升过来封口子 好的 那傭兵留地厄室 祭司倒地 但开弹员这边能来打架 机子的话其实也够 这个局似乎是一个稳定的四轮开门战 似乎是个稳定的四轮开门战 拦不住 这一手不是特别想得通吗 刚才为什么 翻了个窗 密码机点亮 擦到很快 傭兵这边的话是个白板 但是好哥哥这边没有挽留 他这道如果打在傭兵身上 其实还可以 打在看探员身上的话 那 我觉得穷者这边应该是大概率的一个多跑的 大概率的一个多跑的 因为这个傭兵你拦不住了 然后看探员的话 一时半会想秒还秒不了 甚至有可能 病患如果有薄命 可以打一个四跑 门应该已经开了吧 门应该已经开了 看情况留一个了 打傭兵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看探员 看探员 看探员这个位置 他在等一块磁铁 他在等一块磁铁 这边的话应该是把人赶走 然后留一个 好哥哥这边应该准备留看探员了 傭兵走了 病患这边也走了 没什么想法 看探员这边倒地 好的 这局的话 MVP要给到这个祭司 然后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点 需要看直播才能知道 他当时的一个选择是为什么 感叹吧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